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会选择在这里 完全是因为这里比较没有人停车 我们要休息也比较方便 走进隧道 到达隧道的另一边 就会看到售票处 当然要来这里 必须一周前先到泰鲁阁国家公园申请进入 不然可是会白跑一趟的哦 完成登记购票后 在前方的楼梯口往下走 就会进入追路吊桥 让人充满期待的旅程 就从这里出发咯 追路古道 以前是荷欢山越岭道的其中一段 全长10.3公里 由于后段坍塌严重 所以目前只开放到3.1K 由于这一段是遭遇三角追山的山路之上 所以将其命名为追路古道 这里整体难度并不高 稍有运动的人应该都能轻松完成 沿途的断崖 峡谷 绝壁 古迹 绝对让所有来到这里的旅人大饱眼福啊 沿途的旅程 继续 沿途的旅程 继续 沿途的旅程 继续 一开始 七百多公尺深的断崖 对于有巨高的人来说 这压力可是相当的大 俯看利乌稀 立于两旁绝美的大理石山地 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 全都轻呼连连 没有胜利其境 只是在很难想象我现在内心中的震撼啊 直动旁边 会看到一尊石雕的观世音菩萨 从日治时期 一直在这里静静的守护着每一个人 出了洞穴之后 就是整段追入古道的最精华段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到了追路吊桥 这次的追路古道之旅 也在这里平安的完成 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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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